昨天去公园,看到很多人因为没有戴口罩,公交车不让上车,在那里大骂,其实呢,政府是为了大家好,的确口罩现在比较难买,出了门以后没有口罩是很麻烦,怎么办呢?其实做口罩非常容易,看,一条毛巾,小毛巾,可以按照自己的大小把它剪下来,橡皮筋。 把他穿过来,对折上,把这边也从这里边,橡皮筋中央穿过来,这样就成了一个三层,头罩完成,很简单啊,而且是全棉的,回到家以后, 把这个毛巾拿下来,拿去洗晒,另外换一条干净的。如果没有松紧带,还有更简单的办法,拿一个平时买东西的那个袋子,上面那个套绳套上来,也不用毛巾,有一块手帕,有一块白布,干净的布就行了。 然后也是把它这样子穿过来,套上来,拿起来,看。 完成了,你看。 我拍摄一下,你看,这个是过去小孙女,小孙女长大了,这个焊金没有什么用了。 这都是当年买的都是最好的全棉的东西,现在可就用上了。 对于有过敏体质的,对于有过敏体质的来讲,用这种,这种棉布做手套,它是可以防止别人过敏的。 完成,你看,这样就行了。 有了这些小技巧,比去买还方便。 你会觉得,没有东西卖,其实困难都可以自己动手客服,这些东西家里都会有的。 所有这些用过一次,从外面回来以后,就拿去洗,烫,晒,每次回来以后,换上一条干净的。 这样子比你戴一次性的口罩,反反复复的用,还要好。 这些东西记住了吗? 松紧带。 这个橡皮圈怎么圈呢? 大家应该也会了,双层双层的圈。 长短,按多少条,按照自己的每个人的体型不同来弄。 这个绳子就可能不太好调。 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嘎的,可以调长短,调好以后就可以经常用了。 最好做两条,这个回来也得洗。 所有这些东西,用完一次回来以后,都把它洗了。 这样子比任何街上卖的口罩,反反复复的用,都要干净,都要卫生,而且还很环保。 天下是难不倒中国大妈。 大家只要去努力,去自己动手封衣足食。